各位,上次木園青想在心上人段譽,原來是自己親大哥,不禁心灰而冷,萬念俱灰。 忽然聽見一把怪聲,說他有辦法,要等段譽變回你老公,你祭不祭呀? 木園青看暈了樹,江邊沒有其他人,就得面前一個木丁泥索的青袍乖人,但又不見他嘴動過。 木園青驚奇萬分,忍不住就問他話,喂,我都不見你嘴,但怎會說多話呢? 那個聲音說,我是活死人,嘴不動,聲音在肚子裡發出來的。 木園青年紀還小,還有些大不透,仙頭還是滿腹哀愁的。 嘻呀,現在見人家說話,居然嘴不動就可以說得到的,覺得很過癮。 他說,喂,用我肚子都能說話的嗎? 嘻呀,真是奇怪之極了。 青袍黑,青袍黑就說,你拿隻手按住我肚腩就知道的了。 木園青伸手按住肚腩呢? 青袍黑說,我肚子在陣著,你覺不覺呀? 這時候,木園青手按住肚腩,真的覺得肚腩隨著聲音而波動起伏。 哎呀,真是古怪了。 那樣都有的? 木園青不知道這句青袍黑所練的,是一門複術語。 其實呀,能夠做到這樣,要有好心站的內功才行的。 那木園青兜著這個怪客,轉了幾個圈,逐點逐點這樣看,忍不住就問, 喂,你的嘴不會動,那怎麼吃飯呀? 青袍黑伸出雙手,一手抬開上唇,一手拉起下唇,抬幾下自己的嘴, 跟著,以左手兩隻手指一撐撐住,右手就拋了一塊東西入嘴,噢,聲吞了下去了。 就是這樣吃東西咯。 木園青就說, 哎呀,原來這麼可憐的? 那比較濃郁你吃,都不知道什麼味道了。 這時候,他才發現青袍黑伸臉部的肌肉全部僵硬, 眼皮是欺負不埋的,面上什麼表情都沒有,故此, 初初見面的時候,以為他是一條死屍宅一樣。 木園青雖然現在雖然不太害怕,但跟著醒起, 唉,這個人本身都這麼倫敬,又怎麼可以逆天行事, 將我的親大哥變成丈夫呢? 看來他先頭說的東西,不過是車大炮放狐佬的咯。 木園青這樣一想,又知道什麼心機都沒有了。 唉,零轉身,慢慢走開想走咯。 只聽見那邊的聲音就說咯。 我要段儀做你老公,你不走得咯。 木園青少少,又向西走開幾步。 木園青少,忽然停下,零轉身問咯。 木園青少,我…我和你掃誤相識,你怎麼知道我的心事呢? 木園青少,你…你…你懂得電意的咯? 木園青少,青少唐星 ata尼盆其妗 maternal屁肚子類人會嘔誤對彭海… 這卓田中心機都加了差不多齊 pointed up. furan… 座月三 Caesar 那адцên僕一樣呢? 木園青少,這裡整個三十八十八十八, 木園青山東 distress country as the city of folk, 雖然只有一枝鐵掌撐地, 個人找到什麼樣的, 哎呀,覺得好奇怪, 哎呀,你那兩隻腳, 我兩隻腳低了, 很久很久的了, 從今以後, 我的事, 不讓你再問, 那我要再, 話口未完, 木苑青突然雙腳一軟, 啪啪,整個趴下, 幹什麼呢? 原來青蒲克快若飄風地飄了過來, 右手鐵掌, 在他的腳爬到連點兩下, 跟著一掌打橫扮過去, 就扮到木苑青兩隻腳骨尺甲痛, 嘩, 跟著青蒲克有鐵掌連點, 解開他的穴道, 哎呀,手法之快, 真是想像不到, 木苑青一躍而起, 哼, 你這個人這麼霸道呢? 扣著就中短箭, 準備發射, 青蒲克就說, 你射我一箭, 我打你一下屁股, 射我十箭, 我就打你十下, 不信你試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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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言清心想, 如果我一箭射中, 當場又拿了你命, 你還打得我屁股, 不過這個人神通廣大, 武功比南海惡神高得多了, 多數借不中他的, 哼, 看來這個人說得出做得到, 如果真是打我屁股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只聽見那個人就說了, 你不敢捨我, 那就乖乖地聽我吩咐, 不得有為, 嘩, 我才不乖乖地聽你吩咐啊, 無言清把口就這麼硬, 只放箭那隻手已經收回來了, 青蒲鶴兩隻小鐵掌代替雙腳, 一路向前行, 穆遠清跟著他身後邊呢? 只見青蒲鶴每隻鐵掌成七百尺牆, 撐一步, 平常人就要撐兩三步, 穆遠清提氣急追, 才緊緊可跟得上, 青蒲鶴翻山越嶺, 好像走平地那樣, 嘩, 最焦跡的就是, 山裡頭有路他不走, 就專門走那些亂石驚擊的地方, 嘿嘿, 那當然啦, 他的鐵掌碰一下就走得了, 難為穆遠清, 被石頭驚擊勾爛了那些三褲, 翻過幾個山頭, 離遠望見一座大樹林, 穆遠清認出來了, 好像是萬劫谷那樣, 於是他就問, 咦, 我們去萬劫谷做什麼呀? 青蒲鶴逆轉身, 聲都不聲, 突然鐵掌飛出, 嘶, 聲, 一下扮下去腳骨, 我都說過叫你不要那麼多聲了, 咦, 本來比作往時, 穆遠清是實底頸不住的, 明知就算不夠打, 都不肯被人這樣欺負, 但是這時候, 心裡頭總是有些感覺, 這個青蒲怪客這麼高本領, 或者真的能幫到自己, 將段儀變成老公呢? 當時他就說了, 哼, 本姑娘不是怕你呀, 暫時讓下你, 那麽就行啦, 青蒲怪客去到萬劫谷口, 他不鑽樹洞, 暈山谷旁邊, 就兜過去了, 哈, 他對萬劫谷的路好像很熟, 牧遠清幾次想問, 之後怕被那些鐵掌扮下來, 說到口邊又縮回落土, 指他左轉右轉, 就越走越遠, 滲入到谷的後邊, 牧遠清來到萬劫谷, 找師叔金寶寶那時候, 在谷中住過幾天, 知道這時候青蒲怪, 帶他所走的地方, 他從來未去過, 想不到萬劫谷裡頭, 竟然有那麽荒涼偏僻的地方, 走幾里路, 進了一座大樹林, 四圍都是參天古木, 當時陽光燦爛的, 但樹林裡頭, 黑沉沉, 好像黃昏那樣, 越走的樹木越密, 到後來要打側身穿過去才行, 再走幾十丈, 見前邊一棵棵古樹, 蜜漆漆山在一起, 好像一幅大牆那樣, 塞住條路, 再都走過去了, 青蒲怪, 左手鐵掌伸出來, 貼著牧遠清背脊, 向上一兜, 嘟! 牧遠清身不由主, 騰空而起, 就落在一棵大樹的橫丫, 接著, 見到青蒲怪, 已經輕飄飄躍起半空, 鐵掌捕一下樹身, 人再次飛起, 就越過了樹牆, 牧遠清是沒有這樣的本事的, 唯有老老實實, 找些橫丫樹葉空隙的地方捐過去, 從樹牆那邊跳落地下, 看著, 眼前一大片空地, 還問孤零零有一間石屋, 這間石屋形狀十分古怪, 拿狗狗大小不同的石頭砌成, 凹凹凹凹凹凹, 好像一座山仔, 露出一個山洞的門口, 青蒲客叫牧遠清進去, 牧遠清望下石屋裏頭, 嚇喇喇喇喇, 都不知道裏頭困著什麼怪物, 怎敢默默然走進去, 怎知這時候, 被青蒲客一掌就推了進去, 牧遠清收制不住, 唯有左掌護身, 洗澡曉風佛柳護著面門, 自拍黑暗中有什麼怪物撲出來, 接著聽見凌凹凹的聲音, 屋門口被一塊大岩石封住了, 咦! 牧遠清大客一驚, 凌轉身, 發力去推啊, 唉, 浪費氣, 真是好像蜻蜓摁石柱一樣, 便算摁得動那個大石, 大聲叫了, 喂, 你找我在裏頭做什麼呀? 只聽見青蒲客話了, 你求我那件事, 這麼快不記得了啦, 那些聲音, 是從岩石邊邊的洞洞那裡透進來的, 聽得到幾清楚, 牧遠清頂頂神, 見鋸石塞住屋門口, 石邊周圍露出一些那, 有些兩三寸闊, 有些尺寬的, 但是人就怎麼都鑽不出去的啦, 他就大聲叫, 放我出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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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什麼聲都沒有啦, 他從石垃圾望下, 見到青蒲客正躍起在空中, 好像一隻青色大鳥一樣, 越過了樹牆, 沒辦法啦, 人都走了, 他又另翻轉身呀, 咦? 見到屋角有張床, 有張桌, 床上高, 還坐著一個人, 咦! 木園青大嚇一驚, 咦! 咦! 你! 有些熱影, 段如隱約, 見到木園青面色慘白, 兩滴淚水奪空而出, 唉! 他亦好深赤呀, 緊緊地抱緊她, 見到兩片英純真真, 忍住低頭疾一下, 兩個人四片嘴唇一摺, 同時想起, 咦! 我們是兄妹? 不能夠這樣呀! 立刻放開對方, 噔噔噔噔噔噔, 各自退後, 一人捱著石壁一邊, 眼光光, 大家看著, 木園青不由鬥, 嘩! 聲哭出來, 段如就說, 青妹呀, 這些是上天命中注定, 你不用傷心, 我, 我有你這麼一個, 這麼好的妹妹, 那就幾好咯! 我好開心呀! 木園青的媽媽, 這麼甘腳說, 唉呀! 唉呀! 我偏要傷心, 我偏要不好, 你說好, 你就是沒有良心! 唉呀! 那有什麼辦法呢? 當初我沒有碰到你, 那就不用這麼煞氣啦! 啊! 又不是我想見你的, 歸著你來找我呀! 你說來報信, 其實, 你不來報信, 我都未必會被人打死的! 你害死了我的黑玫瑰, 害到我師父變成我媽媽, 害到你爹變成我爹, 害到你自己變成我大哥! 我不要! 我通通都不要! 你害到我混在這裏,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哎呀! 青妹呀! 都是我不好! 你不要生氣! 我們慢慢想辦法逃出去啦! 我不逃! 我不逃! 我要死在這裏! 我死在這裏! 其實我死在哪裏都是一樣的! 我不出去! 我不出去呀! 嘿嘿嘿嘿! 對呀! 他還大叫我要出去, 只一個屈尾十, 又大叫我不出去! 段宇, 知道他心情激動, 不是那麼容易聽人講, 當時就不再出聲了! 木園清發了一輪脾氣, 見到他不理自己, 就反而問了,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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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為甚麼不說話呢? 你要我說甚麼呀? 說! 說你為甚麼會在這裏咯? 我是被我徒弟抓來這裏的! 你徒弟? 哦! 木園清馬上就記起那個南海惡神, 那個人在段王府那裏, 被段宇雞手押腳不知怎麽搞的打低在地, 就逼著拜段宇做師傅呀! 嘩! 一想起這些事, 木園清馬上就不由得破體為少了! 嘩! 嘩! 南海惡神, 嘩! 他關你在這裏咯? 嘩! 嘩! 那誰叫你這麽笨, 不擺師傅款呢? 你叫他放了你呀! 嘩! 我說過, 擺過款的啦! 但是他說, 只有我反過來拜他為師, 才放我! 嘩! 那當然你擺款擺得不夠啦! 嘩! 或者是啦! 青妹呀! 那你又是被誰捉來的呢? 木園清, 於是就將那個青袍怪客的事簡略說了下, 但是自己要求青袍客, 將大哥變成丈夫這一節, 他就省略不提了! 斷耳聽說人家的嘴不動, 從肚腩到說話的, 那雙腳低的還行走如飛, 覺得好有人, 就猛地追問詳情呢? 兩個人說了好久, 忽然聽見, 嘩! 聲! 從石拉到就放了一隻碗進來, 有人說, 吃飯啦! 斷耳伸手接著, 見是一碗香噴噴的紅燒肉, 接著又帶了十個饅頭進來, 斷耳就把東西放上桌, 細細詢問木園清, 喂! 青妹呀! 你說那些東西有沒有毒啊? 木園清就說, 他們想殺我們, 還容易捏死隻矮, 要不要下毒呢? 斷耳心想, 那又是呀! 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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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樣就吃啦! 他撕開饅頭兩邊, 夾些紅燒肉下去夾緊它, 再遞給木園清, 然後才自己吃呀! 外邊那個人就說, 吃完就把碗放出來, 到時有人收的啦! 說完就走了啦! 木園清急急從石拉到看出去, 見過有人爬上樹牆, 從樹牆的另一邊就跳走了, 心想, 嗯? 送飯這個人, 身手一般的呢? 這陣子段譽一邊吃一邊說, 嗯, 你不用閉嘴的, 我伯父和爹, 一定會來救我們的, 就算, 南海岳神, 葉二良他們武功高強, 都未必是我們爹的敵手來, 我伯父如果親自出馬, 那他們真是二叔公住田聽殃都行啦! 木園清就說, 哼, 百父不過是大理國的皇帝, 武功有多厲害, 我不信他能打敗青袍怪客, 到時, 他知你不是帶幾千鐵甲騎兵來攻打啊? 段譽就猛地另頭了, 嗯, 不是, 不是, 我們段譽的祖先, 原來是中原武林人士, 雖然在大理立國清帝, 都不敢忘記中原武林的規矩, 嗯, 如果象勢欺人, 以多為勝, 大理段譽豈不是比天下英雄恥少? 啊, 原來你家人做了皇帝皇爺, 都不肯失了江湖好漢的身份, 嗯, 我白爺和爹呢, 經常說, 這些叫做人不可亡本, 呸! 滿嘴仁義道德, 做起事來就卑鄙無恥, 喏, 你爹既然有了你媽媽, 為什麼又對我師父不住呢? 段譽又兇了一下, 咦,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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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罵我爹呢? 我爹就是你爹咯, 況且, 普天下的皇宮貴族, 誰不是有幾位夫人的? 喏, 當時是北宋年間, 北為揭丹, 中為大宋, 西北西夏, 西南套番, 南為大理, 咦, 這五國皇宮啊, 除了政妻之外, 沒有說不立姬妾的喔, 他們多了幾十人, 少了三四個, 那麽就算賜一等的侯爺大官, 一樣有姬妾的, 自古以來歷朝如此, 世人早就看成是理所當然的了, 但是牧縣青一聽, 就當堂火滾, 出來一巴掌, 蓋過去, 啪聲, 還響個小炮掌, 蓋到段月木定口外, 嘴到咬著那半塊饅頭, 當堂飛了落地, 喂!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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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你? 我不叫他做爹, 男人吵那麼多老婆, 就是沒有良心, 一個人三心兩意, 就是無情無意? 워 troops, 我說, 嘻嘻嘻, 嘻胎嘻, 嘻嘻、 嚏, 我是你新人從來的 你做妹父阿。 不然動不動就蓋呢, donít想打過來, 牧縣青把火還沒有落落, 杀手要來蓋過去了。 嘻 whether 一個錯報 escort 零波微報, 就小喱 became 在牧縣青身後ą, 木縣青凌手又一巴結! 段譽又避開,石室裏頭不過是象嶺寬,但微波靈暴殺了是神妙之極,木遠青 出掌越來越快,知再也打不到段譽了。 這樣來木遠青更加火滾,突然間,哎喲,一聲,就假裝跌倒,段譽又怕了,哎喲,你怎樣啊? 木遠青,軟嶺嶺地伏在她身上,左手臂勾著她的頸,突然一哭哭她。 嘻嘻嘻,這次你還不死? 右手啪,一巴掌蓋她的臉上,段譽啊一聲,突然,一鼓熱氣喲喲聲升上來,實際血脈擴張, 覺得抱著的女郎,嬌喘細細,憂香陣陣,心情帶亂, 紅個嘴過去,又想嘴人一口,木遠青一見就說,你,你是我大哥來的啊? 段譽神智雖然亂,這句說話好像晴天霹靂,呆了一下,趕快放開她,蹬蹬,倒退三步, 雙手左右開弓,啪啪啪啪,出力連掌自己的嘴四巴,低打,低打,低打! 啊!各位,為什麼段譽身體裡突然間有這樣的反應呢? 要知道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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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